韩国男团CNBRO的29岁队长郑融合因卷入特权入学风波令到形象大跌 最后决定在3月5日在江源道华川郡的15师团胜利新兵教育队入伍 先接受新兵基础训练再以现役陆军身份服役 当日有不少粉丝为郑融合送行 而郑融合入伍还不到一个月 最新消息指他将于5月在日本推出新单曲 有关人士表示郑融合将在5月21日在日本公开Fill the 5Y计划中的第一首歌Letter的音缘 而在郑融合入伍期间将陆续公开5首新歌作为送给粉丝的礼物 郑融合在入伍前举行的演唱会中也曾透露有机会会推出新歌 并表示准备了很多可以在入伍期间送给粉丝的礼物 不过不少网民表示反感 认为他是想在入伍期间赚钱才推出新歌 不过当然也有粉丝继续力称他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